如果你问我 暗黑神剧黑镜中 哪一集最让人细思极恐 头皮发麻 那我一定会推荐 黑色博物馆 它用三个小故事 表达了人类和科技的矛盾冲突 撕开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 没看到结尾一定猜不到结局 话不多说 和小编一起进入这集 黑色博物馆 黑妹小妮独自驾车行驶在荒芜的公路上 车子突然没有了 这该怎么办 当然是加油了 小妮来到加油站 却发现这里已经倒闭好久 不过好在这辆老爷车配备一个 接通之后 小妮看见一个了黑色的建筑物 上面的招牌写着黑色博物馆 怀着好奇心小妮走了过去 一个男人推门而出 他自我介绍说 自己是这里的馆长叫老海 随后他将小妮热情地招待进了博物馆 两人的交谈中得知 小妮的父亲住在附近 今天赶来是因为父亲过生日 想给他一个惊喜 老海打算给小妮好好介绍一番 最近生意不景气 难得有位客人上门可不得好好抓住 奈何空调不给力 关键时刻竟然坏了 闷热的博物馆里面摆着很多咱们熟悉的东西 例如杀人风 还有方舟天使的平板 刷过电影解说的应该都知道 可这些对老海来说却是不足一体 他开始介绍这家博物馆的第一件收藏品 道森医生的共感诊断器 多年前馆长还在医院工作 负责研究神经学 他的工作内容是给没有医保的人 免费提供医疗保健 但前提是对方愿意参与他们的实验 偶尔充当下小白鼠 有天他找到急诊科的道森医生 给他介绍了一个黑科技 只见他拿出两个小白鼠放在桌上 开始解释这个技术的作用 把一个接收器植入左边的小白鼠 再把传感器带在右边的小白鼠身上 他们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他们学会走迷宫 结果有个研究员不小心将滚烫的咖啡 撒在带有传感器的小白鼠身上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不止被泼咖啡的小白鼠叽叽大叫 带有接收器的小白鼠也开始叫了起来 这个原本的传感器变成了供感器 并且这种供感 他们便通过这个实验发明了一种人类可以用的供感器 接着他对道森说 如果你带上这个接收器 那么那些难以描述自己症状的病人 以及那些失去意识陷入昏迷的患者 甚至还不会说话的小孩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供感器 来了解他们的病痛 从而找到准确的病因 显然道森接受了这个提议 作为一名急诊医生 他每天面对的都是各项紧急而又疑难的杂症 这无疑能帮他的职业生涯 起到很好的帮助 通过手术 科研人员将接收器植入了道森医生的耳朵后面 为了验证接收器是否能正常使用 老海还给他做了个小测验 当他把铅笔扎入女人的手指时 道森感受到了这个痛楚 并能够明确指出痛点所在 之后的日子 道森便开始用供感器在急诊室中 为各类病人进行诊断 可一个特殊的病人 改变了他一片光明的前途 这个老人被推进急救室 道森医生通过供感诊断器 感受到了巨大的疼痛 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痛感 伴随着老人的心跳骤停 道森也直接晕了过去 老海说因为病人服用了一种罕见的毒药 虽然道森没有救回病人 却真切地感受了一番 由生到死的过程 但这个过程亦让他体验到 从未感受过的快感 起死回生后通过检查 道森的身体并未受到任何损伤 可事情的走向却不对了 或许是暂时性的死亡损坏了接受器 道森对别人的痛苦上瘾 从此以后 他越感受痛苦 就越发能得到快感 老海说这就像吃辣椒 第一次吃不适应 可一旦坚持下来 就会无辣不欢 对辣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挑剔 道森医生就是这样 他日益渴望感受痛苦 急诊室没有病人他焦躁不安 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 在大街上晕倒的老妇人 给对方带上供感气候 道森很快就判断了这是心脏病发作 可他却一直拖延时间 沉浸是享受着痛苦带来的快感 到最后病人因错过最佳抢救时间死去 道森也被强制拖了出去 同时也被医院正式解雇 回到家的道森 因为再无病痛可以感受 整日郁郁寡欢 于是他选择了开始自残 主动寻找痛苦 可这种方式 并没有让他找回之前在医院的那种快感 因为这种自我的伤害 缺少了一种重要因素 那便是恐惧 想要得到伴有恐惧感的疼痛 只能从他人身上获取 这天夜里 他找到一名流浪汉 趁着对方不注意 直接袭击了对方 给流浪汉带上供感气候 就开始进行残忍的折磨 直到巡逻的警察发现了他 将他送进了医院 后来他变成了植物人 而他的这件供感诊断器 也就被收藏进了黑色博物馆 因为空调损坏 馆长老海热的满头大汗 小妮看到后给他递上了一瓶水 老海接过后就立马蹲蹲蹲 随后就开始讲述了第二件藏品 是一只猴子玩偶 老海却说这是博物馆中 最令人悲伤的东西 就在几年前 一个三口之家正悠闲的郊游 妻子凯莉准备给丈夫和儿子拍照 不出意外的话 他被车子撞光 凯莉变成了植物人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就此破裂 丈夫杰克不辞辛苦的日夜守护 也没有换来凯莉的突然苏醒 但杰克依旧没有放弃 还是每天都来陪伴凯莉 这天老海找到杰克 告诉他现在有一种技术 能将昏迷的人的意识提取出来 然后放入其他人类大脑的空闲之处 因为每个人的脑部使用率 其实只有40% 剩下的60% 就像是无人居住的空房 于是便发明了这项意识移植技术 把凯莉的意识放入杰克的大脑 就像是凯莉住在杰克的身体里 能和杰克一起感受这个世界的所见所闻 相当于两人共享一个大脑 杰克有些犹豫 但凯莉的潜意识已经通过仪器 表达了自己愿意 没办法杰克也只有妥协 很快就到了手术这天 研究人员用提取器吸出了凯莉的意识 然后移植到了杰克的脑子里 下载安装后 凯莉的意识就这样成功移植了 下一秒 凯莉就在杰克的脑海里醒来 脑海拿了一个苹果出来 凯莉便能通过杰克的视野 清楚地看见这个苹果 随后杰克伸手去拿苹果 凯莉在里面也有真实的触感 杰克咬下一口苹果 凯莉也能感受苹果的滋味 显然这个技术很成功 当孩子走过来时 杰克和孩子拥抱 凯莉也感受到了拥抱的温暖 这个家庭似乎又因这项技术 而重新幸福美满 但黑镜的故事哪有这么简单 是的 很快两人就产生了矛盾 看书时 杰克的缓慢浏览速度 引起了一幕十行的凯莉不满 管教孩子时 两人的态度也产生了差异 现在杰克在他面前没有任何隐私 就连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也因为凯莉不喜欢只能选择放弃 更令他头疼的是 凯莉一直在他脑子里喋喋不休 就像是一只小蜜蜂 24小时不间断的嗡嗡嗡 杰克到了崩溃的边缘 赶紧找到馆长老海 想问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老海说技术暂时不可逆 不过可以帮你升级权限 可以在不想听到凯莉避避的时候 将他关闭隔绝 这样或许能够距离产生美 回家的路上 杰克看到一个性感美女 小眼神就忍不住看了一眼 凯莉瞬间就酸了 对着杰克就是一顿臭骂 杰克忍不了了 直接使用了关闭的权限 等凯莉再次被放出来 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 经过两人的协商 决定在工作日的时候 关闭凯莉的意识 在周末的时候再打开它 一起陪孩子玩耍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 可没有多久 单身已久的杰克 就对美女邻居的 主动示好心动不已 尽管凯莉十分的不开心 杰克还是和女邻居谈起了恋爱 而女邻居也代替了凯莉 在这个家里的位置 凯莉无法接受自己就这样被排开 在杰克的脑子里大声抗议 可女邻居也要捍卫自己的爱情 她不想让凯莉干扰他们的生活 想让馆长想办法关闭共享大闹 馆长提出那只能将意识删除了 并且是永久删除了 听到这 杰克有些不忍心 毕竟凯莉也是孩子的母亲 随后馆长说 那就只能将凯莉的意识转移到 这只猴子身上了 等到凯莉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猴子玩偶 杰克把猴子送给孩子当礼物 并告诉他这样妈妈就能永远陪着你 可玩偶不能说话 于是凯莉的手边也只剩下两个按钮 只有两种情绪可以表达 开心就是 不开心就是 凯莉在里面几乎要崩溃 不停锤打按钮 女邻居被声音吵得心烦气躁 一把拿起猴子 按到墙上威胁他 要是不乖乖听话 就把你的意识一键删除 这样你就永远看不到孩子了 没办法凯莉只能接受 可渐渐的 孩子也玩腻了猴子玩偶 开始喜欢别的玩具 猴子玩偶就这样被一弃在角落里 杰克也忘记了凯莉的存在 最后她的结局就是来到了博物馆 可你敢想象吗 凯莉的意识还一直在猴子的体内 因为到了现在 在删除意识已经是违法行为 小妮很同情凯莉的遭遇 但馆长这边 已经兴致勃勃的准备 介绍起自己的镇馆之宝了 红布拉开 里面是一个近乎透明的人类 老海介绍道 男人是一个杀人犯 现在你看到的其实是她的意识体 小妮说她看起来很真实 老海说因为这是她的完整意识 除了没有肉身 其余基本没有区别 当年男人被抓入狱后 与馆长签订协议 他的意识就被馆长提取了 随后男人就被馆长用全息投影的方式 放在博物馆内工人参观 在被医院解雇后 老海本想把这个技术卖给富豪 让他们在死后也能用这个方式重生 没成想富豪们事情太多 售后服务需求太大 于是老海为了先赚钱 就打算利用死刑犯的意识 在他们死的时候提取出意识展览 展览收益所得可以五五分成给对方的家人 这样死刑犯的子女可以一事无忧 男人就这样被劝服了 为了吸引游客 馆长一比一复刻了死刑过程 还原程度几乎和真实的没有区别 经过他的反复测试 只要控制在15秒内 意识就不会崩溃 这一噱头立刻让博物馆人满为患 大批游客都来亲手感受 拉下电闸的快感 因为男人是死刑犯 大家都不会感到愧疚 反而觉得他罪有应得 每次操作完后 都会有一个意识纪念球 男人的部分意识被永久保存在里面 以供游客把玩 老海越说越觉得自己棒棒大 突然开始了呼吸不畅 脸都胀得通红 他这是讲得口感舌燥吗 小妮看了他一眼 接着搬来张椅子 顺着馆长的话说了下去 来参观的游客还有一些 患有心理疾病的变态狂 甚至还有种族歧视者 他们花大价钱让男人的死刑时间延长 没熬过几次 男人虽然还活着 可精神已经变为了痴呆 所以博物馆现在也无人问津了 没有人会再来折磨一个痴呆 随后小妮伤心的 对着意识体喊了一声爸爸 接着就开始呵斥馆长 就因为你 我的母亲看到父亲的痛苦后 回到家就选择了自杀 馆长满脸惊恐 小妮继续说 你以为是空调坏了吗 其实是我提前弄坏了空调 小妮还说以后 可不要随便喝别人给的水了 你现在肯定无法动它了吧 然后就给馆长安上了意识体取气 馆长这才意识到 这都是小妮的圈套 难怪她会说自己的父亲就住在附近 没多久 馆长就昏迷了 等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关禁了 小妮爸爸的意识体力 小妮的技术比她更厉害 现在馆长的意识 已经完全和她父亲的意识融合 她要让馆长体验一下 父亲受过的苦 小妮拉下电闸 强大的电流穿过身体 馆长发出痛苦的哀号 小妮和玩偶猴子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15秒后 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而馆长的部分意识 也被永远禁锢在这个纪念球里 小妮抱着猴子离开了博物馆 看着馆长的意识不断哀号 她很是满意 而在她脑子里妈妈的意识 也展露了笑脸 随后小妮驾驶汽车扬长而去 黑色博物馆也在火光浓烟中渐渐消逝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这一集确实看得很过瘾 细思极恐的科学技术 环环相扣的连贯剧情 以及最后的反转结尾 都让人不寒而令 不得不说是值得推荐的一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影片叫做黑色博物馆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